男足包机回国照片曝光 无稀有说有笑 教练主动握手 犹如大胜归来 哈 大家好 我是凌晨十点洛杉矶 回来到本期的落成看球 本期的话题呢 我们来聊男足 来聊女足 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女足是在亚洲杯决赛当中啊 上半场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在最后呢也是下半场将比分给扳平 并且加时阶段呢 完成了绝杀 最终是3比2战胜了韩国 时隔16年再一次呢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这也是我们中国女足呢拿到了第9次亚洲杯的冠军 再次呢我们也是恭喜她们 今天晚上呢19点左右呢 我们中国女足将会呢落地上海回国 她们也将去呢苏州太湖太美香古里大酒店进行隔离 这也是我们男足在输给越南之后啊 花了200万包机回国 所住住的一个隔离酒店 五星级的酒店 对于我们女足来说这个条件呢当然是非常好的啊 当然也是呢他们所值得拥有的 因为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我们女足回国的时候呢也是爆出啊 我们中国男足呢回国的一些照片跟视频 让我们的球迷感到愤怒啊 中国男足耻辱性的输给了越南 但回国之后呢他们也是有说有笑啊 我们其中看到呢队员张琳鹏还有呢队长吴锡啊 两个人呢轻松的有说有笑进行合影 那还有呢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萧鹏呢也是主动和啊 一位美女进行握手啊显得非常有气派 还有呢啊媒体报道呢我们国足的队员呢 在啊输给越南之后的那天晚上呢 还是在啊购买奢侈品的 对他们来说这场失定的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了 这也是让我们的球迷非常不满意的啊 显然男足呢已经没有当年的那些精气神了啊 对比我们女足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 男足呢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而在输给越南之后呢回国之后 竟然是有说有笑住着五星级的酒店 还有呢吴锡队长表示呢啊自己吃海参 每天都坚持吃海参 就是多么奢侈的一样东西啊 大家看来呢也是啊非常的平常 也就是国足的这些照片 还有视频不断的曝光 对于国足的讨伐声也是越来越大 在输给越南这场62年的一个 吃路性的惨败之后呢 竟然花了200万包机会国 包机会国之后呢竟然又是有说有笑 李肖鹏呢也是非常有气派 看起来我们国足呢啊 好像是迎来了一场大胜 好像是呢出现了 是一再出现了 这种风采还是让我们球迷呢啊 非常的愤怒啊 表示的国足赶紧解散 把更多的精力呢留给我们女足吧 程序员呢赶紧下课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球迷可以点一点关注 也希望大家帮我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